夏日炎炎,分享一款超简单的雪糕做法 食材简单,方法一看就会 这是红豆 提前用电饭包将它煮至软烂 不喜欢红豆,也可以用绿豆来代替 能够像这样一捏,就立马软掉 我这里准备了130克 牛奶一盒,250毫升 一般的全牛奶就可以 糯米粉,这个是必不可少,20克 有的糯米粉吃起来才会绵软,没有冰渣 两块冰糖 最好用白糖来代替,大概需要50克左右 因为白糖更好融化,冰糖的话可能会费力一点 先将牛奶倒进奶锅里面 加入糯米粉 先将糯米粉给搅拌一下 让糯米粉整个的融化,没有一点干粉的样子 然后再来开火 加入冰糖 小火,边煮边搅拌 糯米粉糊化之后,会变成这种粘稠的状态 再借着煮,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关火 倒进蜜红豆 搅拌一下 将蜜红豆和牛奶搅拌均匀 模具我一般都会选择这种硅胶的模具 好透模,做出来的雪糕,样子也是非常的好看 先插上冰罐 冰罐先用开水给烫一下,消一下毒 然后倒入材料 摔几下,震出里面的气泡 盖上,放在冰箱里面 冷冻保存大概五到六个小时左右 时间差不多,我们的红豆雪糕就做好了 直接将它揭开,然后脱掉外模 看,造型是不是非常的吸引人 天气热的时候 像这样做上一锅冰棒 好吃,也没有添加 里面添加了绵软的红豆 吃起来风味更加的独特 淡淡的牛奶的香味 咬一口,纯香无比 关键里面加了糯米粉 所以吃起来是没有一点冰渣的 绵绵软软的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转发加收藏 我是爱玉,拜拜